抓州是中華傳統文化習俗 通常是幼兒滿一歲時所舉行的儀式 會放特地象徵物品給小孩子把玩 進而了解小孩未來的性向或職業 桃園中立護鎮事務所找了十位小朋友來抓州 儘管抓州的物品和古代有所不同 但進行傳統習俗的過程裡 也能體現中華文化的特點 老虎代表威嚴通常都有家中的長輩 拿著老虎的模型給小孩子觸摸 象徵能夠得到老虎的保護 桃園中立護鎮事務所舉辦小朋友抓州儀式 可以說是寶寶人生中的第一個性向測驗 在傳統上我們會用六到十二樣的東西 象徵的是一個六六大順的一個含義 每一個東西每一個東西都有它的含義 代表說小朋友抓到的時候他喜歡這樣東西 代表為了他可能他會走這方面的一個性向 或者這方面的職業 相傳抓州的習俗從魏晉南北朝就開始 這種活動也稱為逝兒 在古代男女抓州的物品有所不同 現今已經沒有分別 小孩所抓到的物品也象徵不同的含義 比如抓麥克風 代表主持人或是歌手 積木代表建築師 元寶是財富 是代表設計師 足球是運動員 印章在古代是皇帝的象徵 而現在則是公司負責人 今天小朋友抓到元寶 尺還有足球 對 抓到這三頁 有的 抽筋看快樂就好 今天來抓了 有抓到金元寶 抓到積木 未來從事找外面 自己慢慢發展 找到自己的興趣 我們現在少子化也非常嚴重 也希望藉著鏡頭的傳達 讓我們這些年輕的朋友 能夠提高我們的生育率 讓我們的人口再度成長 莊中是幼兒滿一歲時所舉行的儀式 其間還有把小孩舉高高 代表一舉成名 吃原鹹的米香代表圓圓滿賣 最後還有蓋腳印 留下小朋友珍貴的時刻 也激怒小孩的成長過程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